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在信仰里面就会更加理解 就是说原来我们在信仰里面身为一个言辅教会 其实原来我们为神全间教会去选择道路的话 其实这条道路就会借他的力量给我们 就是我们称为的力量回报 因为原来所有的道路都会牵涉到你对某方面的研究 就是方法对方法的研究 就好像我们所见 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事件的话 我们懂得用这个方法是事半功去这样的现象 就是我们会发觉我们容易解决这件事 我们能够有果效 其实原来当我们选择道路的时候 都很多时候会让我们接触另一个世界 而另一个的景致 而这些景致其实道路给我们知道 它会提供一些的方法 就好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人去选择继续读书 还是走出社会做工作 无论他选择哪一方面 是不是那条道路会提供一些方法 比如他选择读书的话 自然关于学识学问的方法 由学校是不是提供你 而另外就是这个人想去社会大学那里 去做事 就是说学一些现实的东西 这个社会一样会提供一些方法给他 其实原来当我们选择道路的时候 我们会借到一些的力量 就是我们的腰那里 就是我们的力量全员那里 就会有方法 这个特质似给我们 而我们现在就明白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我们选择真理 成为我们的道路的话 真理会给了什么 会给到力量我们 没错 因为真理 让我们知道 如果你的方法当然永远不及得 一些的真理 因为真理是无误的 真理是更加是培养我们得智慧的 真理是更加让我们能够 做事不是事半功绘 简直是能人所不能的 你走在真理里面的时候 是不是真理会有力量给你 没错了 这个就叫做力量的回报 这一节经文是其实讲力量回报 但是当我要讲最大的力量回报的时候 我就一定要讲你作出最大的选择 究竟你做最大的选择选择道路 真理还是选择生命 因为如果你选择真理的话 真理会回报力量给你 但永远不及得生命所回报的力量给你 主耶稣基督就是告诉你 他怎样得着生命的回报 他是依秦着这个游戏规则 而这个游戏规则 不只是我们去依秦这么简单 他会回报的力量给我们 就好像我们看到 主耶稣说你依秦这个游戏规则 就好像这只羊一样 他依秦这个游戏规则 他出入也有什么 又吵吃了 明白吗 所以好了 现在我们讲回 原来一个太太也是的 一个太太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很多太太只是想着 走在暴露里面的时候 他们永远不会得到 真正的力量 我也曾经在家序 讲关于婚姻的时候也讲过 其实如果你只是选择了 柴娃娃 选择结婚就算了 其实你是很苦的 到你晚年的时候 你顶不住 为什么呢 你最基本都起码选择真理 因为我都讲的 原来神真的是这样计算 人类来说 在婚姻当中 丈夫真的是女性的头 很多时候 女性去到中年 更年期的时候 为什么那些荷尔蒙变得 暖晒龙身体会差 因为原因 他们不知道 女性 她的无论情绪 和决定 是依赖丈夫 和服侍丈夫的话 其实 由她自己更年期至生产 都因为这样得救 所以圣经说 女性要顺服丈夫 是讲到关于 她在生产上得救 为什么粘着呢 难道神是无知 其实是人类无知 如果你在婚姻当中 只是选择一个这么浮面的婚姻 是这么浮面的付出你的人生 只是选择到路的话 其实你很惨 你只会亲自为自己制作悲剧 对不对 丈夫又倒死了 对不对 当然 她终于可以得到 她一直结婚多年 希望所得到的 空屋 无论怎样叫吉屋 都是空屋 都是空屋 甚至她的美貌上 都会得着这个祝福 这个就是我们曾经说过 婚姻里面 黑门的金路这个秘密 对不对 就是女性顺服丈夫的时候 会有这个现象的时候 我们讲亚伯拉罕 和她的太太薩莱 所以改了名为薩拉 就是这个原因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 就是说 那个原来神所给我们 每一次的游戏规则 不是为了限死我们 是为了祝福我们 但是有些的祝福 你未配得的话 祝福来到的时候 只会使你变本加厉的自私 就好像等于 二世祖你给更多钱 她更加大模大样 更加欺压更多人 更加可能早死 生日的时候又开派对 又去喝酒 鸣车出去撞死她 有几多人是在生日的时候死的 是不是 下极生悲的 是因为 是因为他们根本 不能配得到这些的祝福 他不能配得到这些的喜乐 所以神是要等我们配得的时候 先将这些的祝福给我们 一个妇人结婚之后 还成为美女 很容易变成淫妇 如果不是一个严妇的话 是不是 所以神人不给她 直至到她能够 在道路之后选择真理 但也不及得选择生命 所以你看到 当她选择生命的时候 她就会得着生命的回报 这个就是当我们 为主耶稣基督选择生命的时候 我们直接得到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回报 就使太太 选择为她丈夫而活 已经不单止是维会丈夫的生老病死了 她懂得就是说 去维到她丈夫的梦想 工作 使命 定命 而努力了 这个太太 你猜她在神里会得到什么生命 真言第三十一章 第十七节 哈以能力速腰 使傍庇有力 就不及得到死 这次祈求 能力速腰 抵循 其他健康 雾 这次祈求 琴 恬目 这个 琴 大 你 努力 与 期间 但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